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夏季达沃斯 那去猜他夏季达沃斯的还有纽西兰 纽西兰总理 他真的是高调访问中国大陆 他是二就这个礼拜二十五号到三十号 他率领的又是一个庞大的一个贸易代表团 但我觉得他这一次 如果你去拿来跟德国的肖资来比的话 哦那肖资就是扭扭捏捏的 那你可能真的能够对比的 反而是法国的马克宏 不但高调而且呢是非常兴奋的 我觉得他在走法国路 真的真的他就完全跟法国一样 因为呢出发前 然后大家就会问他说 因为前一阵子不是拜登骂习近平是独裁者吗 然后大家就问说 习金斯好 这个是今年一月才刚刚接任 纽西兰总理的习金斯说 对于这个拜登说习近平是独裁者 他的看法是什么他说我不认为他是独裁者 而且呢中国大陆政府的形式是中国人民的事情 如果他们想要改变政府那也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我们不应该去关心这件事情 我觉得言下之意就说拜登你是不是管太多了 有一点这个味道在 而且呢他们在出发前呢 纽西兰贸易发展局还特别发展出了 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就提到说出口中国大陆啊 如何的让纽西兰的这个经济贸发经贸发展如何的受益 我觉得能够理解因为纽西兰他是农业大国 所以他的出口市场确实是高度依赖中国大陆 而最近纽西兰内部呢 他们其实在社群媒体上面就会有很多这些要出席的这一些企业家 就秀出他们晚宴的那一个那个邀请名牌 我被邀请了 然后就很开心的展示给这个他们的朋友圈来看 今天就看出来纽西兰是一个跟澳洲啦 跟英国啦 跟美国跟加拿大很不一样的氛围 纽西兰当然因为因为现在的这个这个这个总理呢 叫做叫做这个西普金街金斯 他跟了前任的这个总理呢 阿德恩阿德恩是今年初请请辞吗 其实是同一个政党的 他是同一个政党 那他的路线并没有改变 那这个呃前面的前面的这个就说呢 这个阿德恩阿德恩呢 阿德恩其实他在四年前访问大陆之后呢 中国跟纽西兰的关系呢 都就进到了一个非常平稳 就比彼此之间的那个对标的语言啊就一致了 你刚刚你你听到就说呢 西普金斯的讲话 西普金斯的讲话其实就是我们 我们我们尊重了彼此的主权 尊重彼此的内政 不要去过问别人的家务事 我们也尊重彼此的不同 对不要去尊重别人 去干涉别人的家务事 那在这个基础上面呢 纽西兰跟中国呢会持续呢走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道路 他的他的讲法就是说正式建交五十年 中国让其他所有的贸易伙伴相行见处 纽西兰呢仍然非常依赖这种贸易 并且渴望进一步促进 同时试图通过跟其他国家地区的新交易来分散风险 西普金斯这一次的道法 除了继续的高举的纽西兰的陈呃陈西方的国家 就从前人前面阿德阿德恩被贴上一个当代最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者 的标的标签 许多的自由主义者因为在美国已经快要找不到了 美国美国其实现在的民主党并并不是自由主义啊 好那你现在看到的反而是呢把阿德恩的那个立场 认为呢是当代的就国际政治当中的自由主义的代表 这个西普金斯呢也在走这条路路线 西普金斯这次的到访除了中纽之间的过去的友好关系的延续之外 他呢回到了一个非常跟马克龙的表述方式几乎一样 你看到这两个年轻人现在年轻人真的是不简单 两个都好年轻 都很年轻年轻 这两个年轻人谈到跟中国的关系的时候 我认为就是务实跟尊重 但是里面还有一个环节是重要的 西普金斯这次的到访很重要 因为7月15号CPTPP要审审查中国的入会申请 这是关键 这是关关键啊这对中国来讲呢就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问题 那纽西兰呢是已经公开表达支持 他跟了西其他的他的不管是五眼联盟几眼联盟都一样 他的立场都是这么的坚定而清楚 他跟新加坡立场一致 对所以呢这一次我相信了就西普金斯来也会释放出了相同的讯号 就是那支持的中国的就是争取加入了CPTPP 但是我们倒过来讲那台湾了台湾在在哪里台湾了一方面不点不亮 日本的拿鞭子抽台湾一下说人家都申请了你在干什么 赶快再提升申请 可是台湾看起来除了在炒作跟美国的21世纪的贸易倡议之外 对于真正重要的CPTPP 第一个没有动作第二个也不会有进展 有动作就是我们要进加拿大的牛肉了 尽管之前有狂牛症的问题 我们要无条件的全铃通通都能够进来 然后理由是说是为了要加入CPTPP 但实际上你看到今年的主 今年的这个主席国是纽西兰 但我们跟纽西兰之间到底做了什么 我们做了什么努力 没有办法做虽然虽然纽西兰农产品在台湾也卖得很好 对啦 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件在CPTPP这件事情上面 纽西兰跟澳洲的立场是一致的 澳澳洲的阿尔巴尼斯刚上任没没多久呢 就要告诉大家说CPTPP是必须要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参与 他就已经告诉你台湾不是 去年他就说了这样话 他已经在拒绝台湾所以如果以现在的CPTPP的构成来讲 虽然日本呢在慢慢的推台湾可是呢 你想澳洲纽西兰新加坡都反对的情况下面台湾会有机会吗 不会有机会 因为他必须要共事决这件事情当然因为共事决的关系所以也 确实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他要加入上面他需要花更多的外交功夫 可是对台湾来说这个共事决几乎是我们要突破都无法突破的一个 这个最最大的功夫可能就是跟跟加拿大如果中国现在跟加拿大关关系 看起来是没有办法在加拿大怎么支持我们也没有帮助啊 加拿大市场对啦市场真的是相对是小的啦 那大陆有他的大陆因为在农畜牧产品的为那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对于加拿大的这种的国家来讲当然是基于呢大陆的市场 如果他真的比较台湾这种的CPTPP的开放标准来讲加拿大是会心动的